三比零酣畅林黎赢了韩国队之后,中国女排心情大好,在8月24日下午的恢复训练中,久违的笑容出现在女排姑娘的脸上,她们甚至玩起了童年的猜拳游戏,石头剪刀布。 只见队员两两一组捉对厮杀,龚翔与李盈盈一组,朱婷刘晓同一组,当段放王梦姐两个人撕的天昏地暗,另外两组的输者李盈盈和朱婷已经受罚,笑容满满奔跑在者反跑的路上,有细心的球迷注意到,即使是猜拳,李盈盈也是用了左手,被球迷称为金左手,长期紧张枯燥的训练,或者这一刻才是女排姑娘们真正放松的时刻。 因此才显得弥足珍贵。 展望亚运会赛程,中国队小组赛下两个对手哈萨克斯坦和印度,对手实力都不强,完胜不成问题。 中国队将以小组投名出现,赴赛对阵另一个小组第四,真正迎来考验的是半决赛,中国队将面临日韩泰的冲击,中国队今年都曾大比分,战胜过日本和泰国,和韩国是一胜一负。 昨天小组赛过了韩国这道坎,相信女排后面的比赛会越打越顺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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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